欸我們可以殺他啦 6點不敢再那麼衰啦 直接說直接說 你要說幹嘛啊 幹嘛啦 不用啦 他要衰的啦 快點啦 幹嘛啦 趕快來殺 學這次玩如實撐得過三天嗎 這不能先打嗎 幹其實這要排難就是難在 你要怎麼控你要打給誰啊 你打給誰很重要你知道嗎 因為你先打的話 他就不能是第一瞬間的三個八嘛 所以夏合準備 然後 維修戰 然後 然後打 準備然後這個洗進去 然後再打 再打撥號 然後就直接在兩張新商大賣賣進來 好強 整個思路非常清晰啊 先準備 維修戰 然後換檔 把這個洗進去 新商大賣賣 洗進去 然後浮號機器人再打出來 兩張新商大賣賣 下一盒結束 打爛 唯一 唯一會有一個問題是怕換檔抽到 那一張八費的那個龍 或是再一張新商大賣賣 但機率很低喔 基本上是不可能 機器人 蛤 啊我的電話在哪裡 幹你娘咧 啊怎麼沒有電話啦 六張裡面有兩張是我要的 然後再三選一耶 靠北 幹他媽這樣沒有是殺小啦 欸 是缺席 早就打完了 打你老步啦 他缺席早就打完 是哪打得完啊 這個他媽誰會啊 嗯 怎麼樣 你有什麼問題 你開錯遊戲了啊 沒有沒有開錯啊 怎麼了 維可斯神 你忘記你昨天的維可斯 打殺可殺 維可斯 唯你老媽啦 你要 你現在 你現在就密那個誰 聖敗閃麵 兩盤再重打一次 他拿著熱步狼 就維可斯選出啦 好的啦 維可斯 造姓 幹你啊 那個他媽打野死 他媽快20次了 不要再提那個遊戲了 你先跟我講 這個遊戲現在有什麼排牆的啦 他媽還在維可斯咧 這關怎麼樣 我看一下 有了吧 欸 小怪欸 幹怎麼又少一張啊 要算啊 幹嘛啊 幹你還沒中勝啊啦 怎麼又少一張啊 T4要做出來很難的 還是 偏啦 偏啦 你說一定要 你說要暗斬的 要有換檔 要有換檔 會有換檔的 對啊 因為換檔三張差比較多嘛 T3就可以打出來 你去打手槍啦 媽的 載遊戲啦 T3 白癡的 可以T3的話可以 很難的 媽的 剛T3根本打不出來 我們去打手槍啦 好啦 我現在又在工作室 拍片 在這邊玩手遊 真的是有夠卡的 我跟你們講 為什麼每次在這邊 網路都會這麼爛呢 就是因為 路由器的問題啦 你們看我之前 每次來工作室打麻將 都開開心心的吧 但是呢 在空檔休息的時候 欸 我們就是連看個影片 都沒辦法好好看完 比如說一口氣看了那種影片 每次都要分好幾口氣 一點進去就瘋狂轉圈 然後斷線到不行 所以 我這次二話不說 直接送鬼東這一台 放在工作室最新 性價比最高的 Wi-Fi 7 電競路由器 ARCHO GE550 這次特別感謝 TP-Link贊助 讓我們這個設備大升級 TP-Link這個品牌 大家應該很熟悉了 他們本身的產品 相當多元 開放出許多家庭 與企業網路設備的 強大產品 而這款ARCHO GE550 電競路由器 是專為遊戲玩家設計的 電競 一定要的多種RGB燈光 整個非常有科技感 跟大家介紹一下 規格的部分 網速是B19300 三頻 且使用高通四核心處理器 工作室 就算很多人用網路 也能保持穩定 其實這款ARCHO GE550 非常適合打 線上遊戲的玩家 尤其是打遊戲的時候 我更覺得這台 電競路由器 相見恨晚 你知道為什麼嗎 第一 是因為它使用Wi-Fi 7的路由器 能提供更高的傳輸速度 更低的延遲 但是我之前想要換 Wi-Fi 7的路由器的時候 其實看到價錢 都會後退好幾步 選擇少就算了 而且都還很貴 可是這款呢 價錢就非常親民 所以我非常喜歡它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很全面的遊戲加速功能 除了內建之外 還可以透過Teller APP 對遊戲應用 遊戲伺服器 遊戲裝置等進行加速 而且使用專用的 5HD遊戲頻段 避免其他人看影片時 影響到你的遊戲體驗 不然我們現在用這個手機 試試進去PUBG 然後看它的延遲怎麼樣 就目前這樣玩下來 我記得以前相對這遊戲的PIN 大概是60到80 它現在都蠻穩定在60以下的 然後如果在一些場景 比較沒有那麼複雜的話 相對可以再更低一點 再來我們來進行網速的測試 我實際使用支援Wi-Fi 7的 三星24 Ultra 來看看網速 誒 你看 現在有三個選項誒 以前只有5G還有2.4G 現在還有一個6G 相對更穩定更快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在客廳測試 登登登登 誒 一下子從400多不要到500多了 哦 520囉 上傳也非常快 也是500多 好啦 我們等一下去下一個地方測試 好啦 現在來廁所測試啦 我們來看一下 測起來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現在我們這樣測下來 離兩個房間的距離 數據大概有掉個20M左右 還是算很快哦 好啦 現在來離到路由器最遠的 鬼東房間裡吧 我們馬上來跑跑看 嗯 哦 還是非常快接近500多 其實整體的數據上 我覺得跟剛剛在廁所沒有差很多 代表說最多降個20M 還在基本範圍內 很讚 那售價的部分是6999 性價比非常之好 非不用花到太高的價錢 就能買到WiFi 7 電競路由器 大家如果想要買這款 專為遊戲玩家設計的 TV Link Archer GU550 可以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一起升級 成為我們工作室一樣的 電競路由器啦 阿哪裡 牌在哪裡 天啊天啊天啊 強的是不是 強的強的 阿今天能不能上傳說 可以可以 換的話可以 這個不行 阿你這怎麼有兩套 哪一套才是 另外一個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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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人 幹獵人這種狗屎職業還要玩哦 結束啦 這把結束啦 對不對 結束啦 四五二 四五二好像可以先抽對不對 還是不要 想一下想一下 對阿四五二可以抽 對阿這可以抽 對阿沒問題 等一下直接準備 氣笑的嗎 等下準備也不能氣笑阿 準備來不及阿 要按什麼 要先把武器阿 有了嘛 這樣有了這樣有了 有了吧 江夏爾算價 一張 兩張 然後再抽的那一張 有了結束了 結束了 結束了嘛 懷疑我在國道出 車禍是你搞鬼 去害人家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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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不要進那三張八結束了嘛 對不對 插桌插桌插桌 然後三張八進來嘛 1 2 3 有了嘛 然後再先砍一張 不對 不對不對不對 先換牌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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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啦 不對阿 不用不夠阿 不會阿 抽到換檔就夠了阿 不用怕 破暗閃阿 幹嘛啦 準備夠不夠 準備 欸不夠 欸準備 還是差一倍 怎麼會這樣子 不是 你是會不會玩阿 我問你 你是會不會玩阿 沒有阿 這回到底能不能打兩張清仗 不行對不對 好像不行的耶 沒有換檔好像真的很難 等一下要不要先那個 411先給她來一個 不要 冷靜 不要急 不行不行 也可以也可以 謝謝也可以 也可以 你說給她壓力嗎 先1吧 你要先1 先這個1 先1然後輸索尼亞 喔 你一說玩這個 玩那個1 趕快不能想阿 這樣還沒有想 你說然後再這樣喔 對對對 再把那個跳舞收回來 阿然後咧 基本操作 對對對 然後再輸那個跳舞 再輸這個跳舞 出1分那個 出那個event 然後再把她收回來 不是 幹嘛啦 出1分那跳舞 出1阿 幹嘛 然後再把誰收回來 都收回來吧 索尼亞一定要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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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其實 其實她要打很快 你說直接怎樣 直接做 直接做 因為你已經沒有133啦 直接做啦 然後再1 找那個 找那個 阿現在怎麼辦 阿現在怎麼辦 等阿 等阿 幹什麼東西 為什麼都是這些東西啦 阿現在怎麼辦 阿現在怎麼辦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還想問你怎麼會這樣咧 好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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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怪 叫怪 叫了叫了叫了 用1配的醬 你用1配的醬 然後不然 那索尼亞再拿回來嘛 要拿回來嗎 要拿回來嗎 裡面好像沒東西咧 有啦 還有另外一隻炎魔大哥阿 幹 你娘這個護符 到底是什麼小啦 幹 就只會拿這個嘲諷 然後跟傳說手牌 嘲諷傳說手牌 這樣是要玩個七八 可是他頂不住了 他又頂不住了 他會怕 他會怕啦 他又頂不住了 嗯 好注意他 好直接收那個4E阿 看有沒有可以殺他的阿 6點 不肯再那麼衰啦 直接收 你要收一下 幹嘛阿 幹嘛啦 不用阿 他要追的阿 快點阿 你幹嘛啦 趕快來殺 不用緊張 這樣就一定可以殺了 對不對 有什麼可以殺阿 你手上沒有半個可以殺的阿 可以啦 弟弟 我們收回來的阿 不是你到底在叫什麼啦 這樣等下就可以那個了阿 不夠阿 這樣等下就可以 這樣等下就可以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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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 沒有他就是二廢的喔 阿沒有阿有招阿阿 阿這個這個等下降可以用那個阿 配在炎魔神障阿 沒有阿炎魔神障是第六費阿 你要先把六費收回來才是十費阿 阿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 其實他好像很難解耶 這個場面好像不好解 這個場面好像不好解 有啦有一張可以解的 強阿 欸這套 阿這套有人用這套在爬分的喔 比較傻阿 你說這個賊根本沒人在用對不對 白癡才會玩 看這個人一點都不強好不好 Good night